读经继续延续昨天的东苏踏实录 在今天的第三周星期二 我们看到斯德旺在众人前为信仰做见证 考虑到斯德旺的见证 也考虑到我们闲适的状况 是否能够在我们闲适的生活当中 找到应该血洗斯德旺的地方呢 因为我们看到那些民众长老和经士 宗徒大师录告诉我们说 这些是头脑弯固 心和耳朵都为守葛孙的人呢 你们跟你们的租献一样 失常反抗圣神 斯德旺指着这些 按国去犹太人 所充逢甚至羡慕 追随的这些长老经士们 他们按理来说 应该引导人去亲近天主 印导人呢 与天主建立好量好的关系 可是他们把法律 把自己的意识 放在了第一位 所以说他们是心和耳朵都为守葛孙 他们翻抗圣神 哪一位先知们又受过你们租献的迫害呢 他们傻害了那些欲言义人要受的先知 现在提到了 受迫害的先知 我们知道遭遇迫害 是我们天主教的家常便饭 自从我们的师父耶稣遭遇了迫害 便体现出了这个世界 对耶稣的迫害 那么追随耶稣的人 也会时常遭遇着迫害 大大笑笑的这些迫害 层出不穷的 在每一个时代 以不同性识研编着 你比如说在我们这个时代 有的时候呢 或许不是应着耶稣的名 不是直接的应着耶稣的名 但是我们是为了 维护良心 为了维护天主的名义 一些集权政权呢 要求我们做出一些 卫心的 卑弃天主信仰的 那么如果我们自己不顺服 如果我们自己不顺服 虽然他们说的不是迫害 但是却用了另外的一个词汇 叫特殊待遇 博多我们自己的政治地位 甚至 单位里面呢 或者是让我们自己的公子 受孙食 我们的儿女也会受到鞭笛 因为我们没有顺应 极权政权的要求 这也是为了信仰所见证 谁是真正的先知 就要遭遇迫害 那些说真话 为天主所服役的 他们必定要遭遇迫害 斯德望就是这样的 斯德望即便是面对教会的这些领导阶层 因为那是犹太宗教的一种领导阶层 执出了他们自己经常的翻抗圣神 所以执政了他们自己的缺陷 其实我们真的看到了那些长老及经士司机 他们现在是死板的 为了证明自己是圣洁的 用自己的摘戒 刻苦 或者是外在的圣洁意识 来象征 自己对天主的那种忠诚 但是他们自己却真实的离天主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昨天跟一个教友坐在一起的时候 还谈论到了路达斯的司 路达斯本身是耍销聪明 想把耶稣处慢了 耶稣能够镇定自若的从他们中间消失 他第一得了三十块印钱 第二呢 耶稣也能够安然无恙的套跑了 不见了 所以路达斯是刷了一个小聪明 不乘香 聪明发配聪明物 天主就是要利用这种 微博的这种聪明机会呢 完成了他的旧事答案 所以我们看到路达斯后会吗 他圣经里边描绘着 他又会到了公义会 把这些钱财又充信地 给了这些公义会的司机 长老及经事 我们能够想象到当时路达斯 他自己的心境 是极度脆弱的 旷空的 甚至他自己那个时候的心情 是无法言表 在任心灵极度脆弱的时候 一句话就能够让他走上绝境 你自己做的事情 你自己去承担 所以他把那个钱财 无奈地投给公义会 如果公义会出自一种通情 出自一种可怜 他们不会拿起这个钱来 去购置血甜 你看看 他们自己的心是宁的 他们也不会说 你看看这个人多么可怜的 上吊了自杀了 他们没有 他们仍然会想象到 这是血钱 他们拿起来去适用了这个钱财 如果他们那个时候 看到一个忧伤破碎 孤独的这个心 稍微的给 给一点安慰 乌达斯也不会自杀 同时 乌达斯他自己方向也走错了 如果他那个方向是走向耶稣 乌达斯也不会失望 所以我们 在今天四得望 面对这些公义会 长老及经事的时候 执政了 其实就是他们 杀害了圣而且义的耶稣 甚至 乌达斯也成了他们的 也成了自杀的 坚决的杀手 那么我们在今天的度情当中 还看到了 教会传承下来 有一个古老的训事说 殖民者的先学 是新教有的中子 因为那些真先知 为了 为了捍卫自己的信仰 为了为天主 见证自己的信仰 他们的所作所为 被当时的这些人 都亲眼目睹了 所以 所以 所结出了的第一个 过失 就是扫路 其实扫路呢 也是杀害四得望的帮助 虽然他们又直接的那起石头来 投掷在扫路身上 投掷在四得望身上 这些人 为什么他们自己 沿着耳朵 圣经里边 描绘得很清晰 当四得望 一正刺眼的 知证他们自己的伪善 知证他们自己的虚伪 知证他们自己的缺点的时候 他们 怒通心奇 向他咬牙切齿 沿着自己的耳朵 为什么沿着 不愿意听了 因为那是触通了他们自己 心灵深处的两句 说到深处的时候 他们都不愿意听 他们沿着自己的耳朵 他们想让 四得望 永久的 不发声 那就是把他拉出城外 用势头砸死 而这些星星的人 他们要大概一场 他们就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 放在 面叫骚禄的胶前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骚禄那个时候 也是一个赞成的人 因此我们可以说 骚禄 也是 沙海四得望的帮凶 而沙海四得望的 骚禄 在 回头以后 也正式地让四得望的 这一幕 适时刻刻地 激励着自己 因为四得望 真的是耶稣的一个 标率 跟耶稣是 一幕一样的 在 被迫害 指示的时候 仍然还要为 迫害自己的 仇人 杀害自己的人 祈祷 四得望的 死亡 跟耶稣的死亡 所不同之处呢 就是 耶稣 在向天父 祈祷 而四得望呢 却是向 耶稣 祈祷 并且称呼 耶稣 为主 在这个称呼上呢 体现出了 四得望 称呼耶稣 跟天父的地位 是 平行 所以我们 看到这种 欢恕的 美 这都是我们 天主教的 形象 不要为 迫害我们的人 不要去 记恨 那些 难为 迫害我们的人 相反呢 要为 迫害我们的人 祈祷 其实 这些 迫害我们的人 是要让我们 称义 是要 来试探 考验我们自己 信的 真假 因此 我们每个 基督徒 在今天的 宗徒大事录 的延续当中 我们从 四得望身上 学到了 什么呢 面对 那些 恶外的 待遇 我们自己 是在 真理面前 脱协呢 还是出卖 真理呢 如果我们自己 廉价地 得到了利益 那么真理 就会被我们 出卖 信仰 也是一样 信仰 也是一样 面对我们 教会的 这些 分离 我们应该 感觉到 痛 我们应该 感觉到 心碎 因为 我们都 接受的是 通义的洗礼 坏着是 通义的 希望 分的是 通义的兵 却不能够 进出 通义的圣殿 通义的圣堂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 就是那些 鸡犬 想分割我们 耶稣的肢体 被分割了 我们每个人 都是软弱的 我们都应该 祈求圣神 给我们 斯德王的 勇气 以及 斯德王的 智慧 斯德王 不是凭着 自己 变到了 当时的 这些人 而是因为 充满了 圣神 如果 斯德王 充满了 圣神 他都能够 变到 所有的那些 与自己 争辩的 这些人 我们要向为真理佐证 我们要向 捍卫自己的信仰 面对那些 不平等的待遇 那就是为信仰做见证 虽然呢 不是 流血的指名 那却也是 在迫害当中 体现我们 身为 先知的角色 我们要向这个世代 向这个世界 宣誓着 耶稣来 就是要给我们 带来救恩 所以让我们 每个基督徒 我们看到 斯德王说 主耶稣 求你接受 我的灵魂吧 求你接受 我的灵魂吧 他把自己的灵魂 交给了耶稣 完成了 他见证的 证据 我们 是否也能够 把自己的灵魂 交给耶稣 向这个世界 向这个时代 向我们的信仰 做出 生活的见证呢 所以让我们 真的静下心来 在这台弥撒 圣体当中 好好地去求 求天主 给我们信心 好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